大家好,我是吳仔 大家好,我是OK仔 是 今集說一下大家都很喜歡聽的 Alex,陳百祥 最近有報紙報道他 說他沒有兒子生 沒有生子女 都很幸福快樂 請大家給個like支持一下 我們的廣播 知道首集 突然看到一篇這樣的新聞 用來說一下 原來有原因說他妻子為何生不到 另外他找到一篇很厲害的標題 他說愛上王杏獸 是他一生中的罪錯 一生中罪錯 不是罪愛,罪錯 為何會這樣說 罪愛又不用說,罪錯 為何 這樣說話 因為他平時對著秀姑 都說得很開心 對 我最愛就是他熱戀 現在的照片看到他真的很恩愛 在那麼多的男人當中 經常說一些犯法藝人 又沒有他份 在那些什麼 有些什麼 壞男人渣男又沒有他份 是的 他在各方面也算是這樣的 口臭一點 是的 是多話說了一點 請大家給個讚支持 剛才有沒有說到的 有,繼續說吧 再說一次吧 支持我們Patreon 五元雞毛廣告 原來結婚43年了 和他老婆王杏獸43年了 這樣也成為很年輕的結婚 對不對 他很年輕的 很年輕的結婚 是的 那麼有錢 但為何沒有兒子沒有女呢 無損感情 這個我覺得不關事 有子女感情會比較好嗎 不一定的 不一定的 反而可能磨擦更多 做一條頂心慘 頂死你 一會兒她說要這樣教 你說要這樣教 那你只要這裏也有時間去做 不是一會兒不說這些 你問CY就知道 哈哈哈哈 大過了之後 是啊 你小時候還沒計算小時候怎麼教 不是啦 小時候可能挺好的 你看不理你 小時候攬頭攬頸 哦 那就是啊 大大廈 然後找女兒回來 氣死你也有 是的 離譜 還要被人拿粗口罵 嗯 那秀姑呢 經常在社交平台都分享 跟阿叻哥的恩愛合照 早前在微博弄了幾張 那些傳媒呢 立即呢 哇 立即報啦報啦 是啦 報東西啦 那說兩個呢 以戀中的小情侶一般 甜到柳 善殺旁人 大陸都說他們 很開心 恩愛如初善殺旁人 那他也是很有趣的 就是你問我 怎樣 阿叻哥 和阿叻哥 什麼啊 他這麼多年 好像真的這麼多年都是這樣的 這麼多年都是這樣的 就是他沒有什麼變的 這些東西 他的樣子都沒有什麼變 如果你說有些人 性格 他說的話 我不做了 不是說這些 純粹感情 純粹感情 你看一下娛樂圈 多少對藝人 或者老公老婆 或者搞到脫皮脫骨 又要唱一首歌給大家聽 來 幾多對 自從愛到幾多歲 對嗎 真的 很難 他算是 去到這個位置 都這麼恩愛 很難得 沒錯 有多少炒到他上網 又要找多幾個 靚妹 對 嚴棄老婆 收起來 嗯 厲害 這些 值得學習 對 這方面 其實你說他沒有什麼變 不過這傢伙 原來人生大起大跌 都兩度破產 都回到身 現在說他身家都過億 在他身邊 秀姑 其實都對他不離不棄 是 其實秀姑 當年就是很紅的花彈 嗯 其實 他年紀大 有幾個女人年紀大的明星 都很漂亮 我看回舊片 一個黃杏秀 一個迪波拉 是啊 他們年輕人很漂亮 是啊 為了陳百祥淡春幕前 嗯 那整天 阿叻說他是旺夫的 因為兩個人經常贏馬 經常中三T四重彩 關什麼事 你大包圍 你有本 他有說他自己怎樣買的 我們今晚有大包圍 是啊 哈哈 不是啊 你真是不明白的 嗯哼 阿叻為什麼這麼 在這一方面 他 其實他後面 很多時候有說一件事 什麼啊 教人 他說 你 你有沒有想過 阿叻說過其中一個說話 就是這樣 喂 有些人常常出來找第二個 找第三個 找第四個 第五個 有沒有想過 這個背後給你 帶了什麼給你 你 因為你一時貪玩 而 輸的東西很多 你輸不輸得起 就是阿叻會 其實你有時候 他講到感情這方面 所以有時候要佩服 只是在感情 哈哈 多次強調 是啊 感情那方面我佩服他的 近期 阿叻哥 就以仙女夏凡來形容黃幸秀 不過看到早前有一篇文章 當他拿這個無線二十年老人牌的時候 就說自己五歲簽約 哈哈 他只有25歲 是 在TVB也服務了二十年的時候 他說五歲 但是 他又在這裡說老婆 拿老婆出來說 是 愛上黃幸秀 是我一生的錯 其實這段挺好笑的 告訴你們 他提到他台上大爆樂易寧 和阿鍾鎮圖昔日的戀情 對他說 全香港都知道 當年我在邵氏做 我爆了樂易寧幾歲 其實他小過我們很多 這樣說 爆了很多東西 原來他1970年在TVB做第一個show 這樣算應該是五十年 但是之後走了做生意 之後再跟他計算七八年 才回到TVB那裡 就先計算是二十年 其實他不止在TVB做了二十年 他要計算應該是五十年 五十二年 誇張 超級老人牌 對 好了 說到TVB最難忘的事 原來 他說 TVB捧紅他 說他多謝 TVB當自己家 回來也開心 因為當年做運財最厲害星 就是他最紅的時候 他自己承認 嗯 那時候是 他的形象又 開紅館 有歌 一首歌 不是 他一首歌走天涯 開紅館 不是 說黃幸秀那段挺好笑的 他說他入TVB 就是別人問他是不是入TVB 認識黃幸秀 他說不是 黃幸秀是TVB的花彈 他說不是 是譚詠麟介紹黃幸秀 真是厲害了 譚詠麟竟然自己不 對嗎 對 你知道譚詠麟很帥 年輕的時候 幾十年前 他竟然跟黃幸秀不過電 對 有帥帥帥帥 你想著 是不是 他很好笑 這個跟著很好笑 那時候我們一群人出來吃飯 他見到我 當然是傾磨 你明白 哈哈 就是阿倫那些 走開 是啊 你不過來 見到我 當然是傾磨 沒有的 因為我成世人做錯一件事 就是愛上了他 為什麼呢 因為為了這棵樹放棄了整個森林 但是森林 會著火的 所以 還是算了 哈哈 挺好笑的 是 那種自大 但是他其實 你看他的自大當中 自己呢 有時候就是對愛上那種 都算是很專一的 是啊 你比其他 你看你多仰慕 不是 這件事是仰慕的 是 很難的 你這麼容易 你看到現在 那些娛樂新聞 厲害誇張 是不是 大踢爆 但是你女兒有這麼多質素 其實是瘦菇 我明白 當然 供應 以前是無線 古裝美人 嗯 18歲就在藝園訓練班 被TVB力捧 小時候已經說這個女兒 可以 就上鏡 又漂亮 尤其是古裝的造型 塑造了很多角色 他說 遠凌玉 當時演遠凌玉 人氣急性 就是當時TVB的一線化彈 和鄭宇玲齊名 因為他外貌出眾 22歲 秀姑 那時候 吸引了陳百祥的目光 原來認識的時候 22歲 希哥認識我的時候 也是差不多 好像再小一點 好像12歲 是嗎?12歲 12歲 有篇文章說 不是兩次破產 是四次破產 那麼多? 有沒有那麼多? 越整越多 可以破這麼多次嗎? 是 他這個破產是很有趣的 但是這樣說 他說 他跟阿聰在一起的時候 阿聰其實是沒有人認識的 他假裝了 說別人 什麼? 說別人見到我 當然是迷戀我 不是的 這篇報道說 你沒有人認識的 那時候 秀姑事業起步 女主角的時候 沒有人認識你 陳百祥 兩人怕影響了女方的前途 所以都是地下情 不過相比起秀姑 厲害了 因為家境清貧 加上南方大 秀姑六年 28歲式 秀姑22的時候 年紀輕輕 就踏入社會 做過什麼? 厲害的時候 在酒吧唱歌 後來跟中鎮圖 阿永倫 彭建新那些 搞WONDER 對 然後走了去 做製衣生意 賺到錢了 之後製衣公司又破產 積了四年的貨 什麼? 積了貨 要四年才賣完 千禧後才東山再起 二千後 就跟成龍、曾志偉、梅艷芳、譚詠麟 集資過千萬 搞東方魅力 又破產 破來破去 說他旺夫 令到他谷底反彈 不知道跟三千四重彩有沒有關係 你經常都說 他真的旺夫 這麼厲害 他屬馬 這麼說 說到室下無異 為什麼呢 Legos幾次破產 都現在有過億身家 有些人說最大遺憾是室下無異 究竟他是不生 還是什麼 原因就是這樣的 秀姑年輕的時候 因為腹部有濃血 跟雞蛋這麼大的水柳 輸卵管和子宮受到感染 一度停工三個月才能好 醫生告訴他 你無法生 這個病令到你無法生 黃幸秀 當年手術期間 陳百祥全程照顧他 即時得知 壽姑無法生育 亦都內心安慰和關懷 壽年 壽姑問那個 是否要小孩 亦都被他一口拒絕 他說我不愛他了 你無法生育 我都不要 這些是好老公 他說是關愛妻 愛妻心切 不想太太太拚命 所以他九十年代適應 他拚命賺錢做事 令到他不需要出來 拋頭露面 你始終女人都不做得很久 當然 這些男人都是 終生不孕 丈夫不離不棄 有些人很介意 尤其是舊時 舊時 即是他們那個年代 那個年代 沒有下一代 生不到下一代 怎樣交代 大家怎樣算 很多是尷尬的 你和現在 養隻貓養隻狗 算數 沒什麼所謂 有些網友 我們上次說到 不結婚 不生兒子 今次說不生兒子 就算說不結婚 那些人說 是好事 其實是好事 有一批債 互相照顧 沒錯 有一批情債 不生兒子 沒有子女 那些都是 一生兒女債 對 有些人說 你可以選擇 就看你自己怎樣選擇 你是Leggo那些 粉絲 不要說粉絲 很簡單 很老實 有些東西是值得去研究 研究一下 學習一下 對 你說他 平時說的 那些 你自己怎樣看 或者個人的觀感 但是在這個愛情上面 他又真的做到 算是這樣的 你又不能挑剔 有些位 那些位是挑剔 你說要挑剔那些位 但他在外情上面 相比其他人來說 他又真的少 你又有沒有看到他 說他摸別人 有沒有他的新聞 好像沒有什麼 拍不到 我不知道 我看不到 我看不到 我不在現場 我不在現場 對不對 除了這些之外 還有些什麼 他不停說他很聰明 中了3D 中了媽的 女兒都喜歡他 那些 你相信他說就相信 不相信他說就有他 其實 有些人覺得他什麼 說話 招職 對 我講話都招職 對 有些人覺得 是阿串 要不要這樣 沒有餘地 沒有餘地 看看你自己 把自己放在哪 所以他經常都教 有些人喜歡 其實他不是搞迷 那些 就算不是說社會運動 他之前太招職 有些人說過幾點 又要跪回去 又要走數 什麼 TVB 對 不知哪一套 講者還是什麼 過幾點 低過幾點 荷蘭尼克 講世界盃 對 對 很多人的觀感 覺得他永遠都是 說話出來 口末 遮難 沒有的 永遠有那句 他好像容易得罪到人 所以有些人會覺得 抵你沒有兒子送中 他自己也說 誰都知道我自己絕孫 他也不介意 沒有 其實他是選擇的 他選擇的 你知道背後的原因的時候 你還有什麼很挑剔 這件事不是他今天才發生的 這也是 這麼久之前 他們已經選擇了這條路的時候 有些人 你彈他也沒有用 你刻意拿這些 其實他算是這樣的 他擋了 怎樣 他擋了 怎樣擋 因為這件事是 其實他老婆 壽姑有問題 你更加崇拜他了 不是 更加崇拜 你明白那個道理之後 我不會拿些東西出來說 他 如果你正常知道 因為女人的身體有問題 生不到 你現在在壽姑說話 得罪你嗎 不是 那你就詛咒他 他要生 他外面有很多女人可以生 然後他又不會 是啊 所有人都知道我 什麼 這些很豁達 在這方面 重新在這方面 你去拆解一個人 所以就是那句 拆人言行 而良馬官報知 這個說法 你看他表面說話 有時候都得罪人 或者你不認同他的價值觀 我明白的 但是有時候背後 那些東西好像有原因 又不差 算是這樣的 你問我 你是不是很喜歡 不是 我覺得有些東西值得學習 就學習 我們不會像那些死忠 那些什麼粉 那些 什麼粉 不要說好的 我們不是這樣 沒錯 所以有時候 一說起 我那時候看了很多他的 不是看他演戲 老實說他演戲 就真的 下去都是那樣 那些就算了 但是你有時候看那些訪問 他教你說的 你信也好 不信也好 你可能當他廢話 但是有時候你看多兩句 又有一些道理 你也是的 很多吹水東西在裡面 他那些人說話 裝了勁 是呀 究竟他是不是經常中三支 我是說的 他是中了那些拿出來 那一定啦 輸的那些收收買賣 一向都是這樣的 記住一向都是這樣的 很多都是這樣的 那這陣子你的美股行不行 這陣子嗎 普普通通 真的不行 一贏一輸而已 有打和的 OK 有打和的 他也是這樣的 沒有的 他是阿聰明 說笑話 最好的當然是經常輸 是嗎 我經常說賺什麼 是嗎 我不玩就贏 不玩便是贏 沒錯 現在這個環境 大家多學一些東西 每個人抽他一些可取之處來看 不好的那些 不要管他 我覺得個人比較正面 沒錯 他的好處就是 經常都說 你看見傳媒都是炒的 這樣 他和秀哥很恩愛 你不見了 誰跟他炒 舉例 成龍 成龍 身邊的兄弟 有些好兄弟 又不記得他炒 不炒他身邊的兄弟 不是 阿彈榮倫也挺好的 跟他的太太 是啊 挺好的 很喜歡他的兒子 對 沒有啦 很難說 溫仔裡面有誰 還有誰可以拿 就是特別好的 彭健鑫和OK仔 對 除了這個之外 沒有啦 沒有啦 都不夠紅 阿B又不夠 阿B 阿B都沒事了 以前又說什麼 以前說他那個Jer 對 沒錯 下次再說其他 拜拜